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样一个地域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盟游牧民族的武力 全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 游牧民族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比较重要的游牧帝国有两个 大家可以知道 第一个就是匈奴 曾经给两韩造成多大的威胁 那么第二个就是突厥汉国 所以成吉思汉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基础 这个基础可以说是游牧帝国的摇篮 给他得到 游牧帝国的摇篮 它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马 马屁 那么 今天我们的电影上看到 有很多人骑的马屁 由蒙古草原上的马 从品种上 我们叫做蒙古马 头比较大 身举比较矮 和我们今天电影上 那些英雄骑的马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马呢 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是适应能力强 它能在很恶劣的条件下 生存 不要很好的饲料 有非常好的耐力 能奔跑很长的时间 虽然跑得不是很快 能奔跑很长的时间 那么 这个马屁 对于我们定居民族 汉地 我们是部战 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 机动工具 今天战争中间 直升飞机 坦克 那都是这一夜之间 可以跑很多的路 马屁对于步兵 就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优势 那么成吉思汉建国以后 1206年 他除了拥有了这样一些草原 拥有了全体的草原 由孟明以外 他自己呢 在建国这个 这个以后 采取了非常很重要 好几下 非常重要的举措 第一 就是吸纳了 草原民族 没有 常备军 七星掩护 七汪耶稣 这样的一个教训 就是贵族 可汉的身边 要有常备军 那么这支军队呢 成吉思汉把它叫做护卫军 有多少人呢 有一万人 这些人呢 都是贵族 他们的弟子 到我这来入治 像治子一样的 所以我这来 把你们的署名也带来 然后编排 这一万人 不但在他的亲自指挥之下 而且始终护卫 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他 发动突然袭击 是他的支撒部队 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呢 他直接指挥的 就是这一支部队 所以在战争中间 这一万人的护卫军 也是他的 整个军队的 中间的 这个武装力量 这是第一点 建立护卫军 第二呢 成吉思汉把所有的 草原的游牧民 组编成了 95个千户 95个千户 由在他建国过程中间 跟着他建功立业的 那个最亲密的清水 来进行统治 这样呢 基本上 他就有一支十万多人的 一个千户 一千多人 是随时可以调动的军队 那么千户以后呢 若干个千户 之上有一个万户 来控制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 95千户 是他建立 实际上是 常备军制度 的一个非常重要 在他之前 游牧民族是没有常备军的 这是第二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重要的 建制 第三个 就是过去 这个草原上是贵族 对他的不明进行管理 当他建立一个国家 等于有行政建制 所以他要有官职 官职呢 最重要的 对这个署名 对不明进行管理的官 蒙古人 因为在草原上 刚 这个兴起的国家 官制比较简单 他叫做断士官 以后 民政 和军事就分开了 军队的千户 主要是管 平时放牧 然后到战争 情况就要随得 成吉斯坦出征 而对 这个 署名 进行管理 征税 互相之间有征锋 这个户口 等等这些事情 都有断制民事官 他就有了民事制度 这是一个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句作 第四 就是法律 蒙古语 把成吉斯汉的命令 法律 叫 扎萨 木头帮 加个扎 扎机的叫 萨 就是剃手帮 加个散步的 扎萨 那么这是指的 法令 成吉斯汉发出来的命令 那么成吉斯汉的杂萨 后来在 后代在成吉斯汉的儿子 继承皇位以后 编过一部书叫 大杂萨 这部书今天已经消亡了 但是成吉斯汉杂萨的一些内容 在元代的文献中间 保留了下来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句作 就创始蒙古文字 在成吉斯汉以前 蒙古族是没有文字的 在打败了奶蛮人 以后 奶蛮的一个高官 在逃亡 怀里拆了一颗印 奶蛮的印就逃跑 被蒙古军队抓获了 这个人呢 是一个维吾尔人 成吉斯汉问他 你跑什么 你带了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奶蛮的高官 名字叫塔塔桶啊 维吾尔人就告诉成吉斯汉 说这个印啊 我们每次出纳钱粮 我们就要盖上这个印 以示威信 一个很重要 成吉斯汉说很有道理 或许我们都是派一个使臣 出去的命令都是背下来的 使臣随便改 皇帝下任何命令 也没有任何记录 叫他留下来 留用了这个人 他就根据 维吾尔人的字母 用来拼写蒙古语 派皇子贵州 来向他学习 所以蒙古文 就是在成吉斯汉 时代以后 创制出来的 那么这是最后一个 比较重要的句说 所以我们最后 做一个简单的 改过蒙古国的建立 那么成吉斯汉 不但拥有了 一个从阿尔泰山 一起到大兴安林的 草原地区 不但拥有了 游牧民族的武力 另外 他有了一个雏形的国家 这个国家 有自己的法律 有自己的官知 有自己的文字 那么这样呢 就使成吉斯汉 比他之前 其他的 在他之前的 游牧民族 有了一个更好的基础 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 有了一个更好的基础 那么我想讲的呢 大概就是这一点 那么就成吉斯汉 结束了 草原上 互相仇杀的历史 统一了蒙古高原 蒙古族 这个民族 就是从成吉斯汉建国 才开始出现 在这之前 蒙古高原 有很多部落 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名字 由于建立了蒙古部 各个部落都说 我是蒙古人 是蒙古部的署名 所以都变成了蒙古族 下面呢 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 成吉斯汉 所发动的西征 在讲这个成吉斯汉 发动西征之前呢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在成吉斯汉 那个时代 蒙古西北的 基本的形式 是怎么样的 当时的蒙古高原 这个 它的西南部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宁夏 这个甘肃的河西走廊 和这个青海的北部地区 是党项人 所建立的西夏 西夏再往西 今天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 天山的东部 天山东部的南路和北路 就是相当于今天 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地区 那么是 从唐代 从蒙古高原 迁过来的 回合人 他们所建立的一个 国家叫高昌回合 或者叫西州回合 或者叫威吾尔 那么再往西 就是 这个 这个 辽 契丹人 灭亡以后 契丹的 一个贵族 他的名字叫 耶律大师 是 辽太祖 耶律阿宝基的 后裔 那么这个人呢 在辽 王 前夕 带了一部分 其他的残余力量 从 今天的山西北部 退到 今天的 内蒙古 那么再向北 进入到蒙古高原的中部地区 在这个地区 他利用 辽的 渔威 因为原来的蒙古高原的各个部落 都是受 其他人统治的 他利用辽的余威 在当地 征集 这个当地的游牧部落 举行会议 宣示 要恢复这个辽 但是呢 这个时候 与真人 在华北 在东北 已经站稳脚跟了 他们在墨北 不能立足 所以呢 这个 耶律大使带着一部分 其他人 和他所征集的 这个游牧部落 蒙古的游牧部落 蒙古高原游牧部落 一路向西 迁移 最后呢 在今天新疆的界外 他的中心 在今天 吉尔基斯斯坦 首都 这个比斯凯克附近 有个地方 叫做 培罗将军城 唐代叫巴勒萨棍 这个地方呢 他定度下来 耶律大使 给这个地方 起了一个名字 叫虎斯 沃尔朵 老虎的虎斯 什么的斯 虎斯 有力 之位也 有力 有力了 沃尔朵 就是游游牧民族的公帐 也就是说 西辽的君主 所住的地方 那么西辽呢 是辽的残余 这就像南宋 是宋的 北宋的残余一样 是由辽的残余力量 退到中亚 建立了一个王朝 西辽建立之初呢 还是很强大的 他呢 向东 他征服了 居于今天 我们刚才提到的 天山东部 南北路的 高昌回合 从蒙古高原 迁过来的 那么第二呢 蒙古高原的中部 包括科列部 我们讲的 王汉的 那个科列部 南蛮部 都在西辽的控制下 那么西辽的西面 当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王朝 一只突厥人 一个突厥人建立的王朝 叫塞尔铸王朝 塞尔铸克 那么这个王朝呢 他的西面一直到小亚半岛 东面到中亚 西辽人把他们打败了 所以西辽呢 控制了今天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这个 大部分的土地 再加上今天 吉尔吉斯坦 哈萨克斯坦 中亚 前苏联五国中间 四个国家 大部分的土地 向东 一直到蒙古高原的中部 一直到我们 今天新疆的 几乎全境 都在西辽人的 控制之下 这个 在西辽统治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民族 这个民族呢 他的 居住的地方 在今天 咸海 也就是今天 土库曼斯坦的北部 乌兹别克斯坦的北部 阿姆河的下游地区 这个国家叫 花拉子摩 花拉子摩的人 在古代是一种使用 东部伊朗语的民族 和我们 这个中古时代 苏特人 使用和天语的居民 比较接近 但是 在成吉斯坦 兴起以前 花拉子摩人 已经基本上 突厥化了 花拉子摩 也是 西辽的 鼠部 所以成吉斯坦 兴起的时代 早期西辽 是 非常强盛的 那么 成吉斯坦 消灭了 就是 乃曼人以后 乃曼的君主 塔阳汉的儿子 去处理 他就逃跑了 成吉斯坦 没有抓到他 他呢 越过了阿尔泰山 经过了维吾尔地区 逃到了西辽 因为乃曼人 曾经是西辽人的 鼠部 所以西辽的 末代的皇帝 这个 很相信他 不但 唯以重任 而且把自己的女儿 西辽的公主 嫁给了他 但是 因 虚出律呢 他 投奔西辽 并不是为了 暂时找一个 藏身之地 他要恢复自己 原来乃曼部的 这个地位 所以他利用 在西辽座驸马的身份 他和华拉子摩 暗中沟通 那么他和华拉子摩怎么约定呢 就是希望乃曼 和华拉子摩 共同 来瓜分 西辽的国土 这个 西辽座驸出律 他利用了 西辽 君主 大义的机会 在西辽的末代皇帝 出去打猎的时候 他一举 把西辽的皇帝 给抓住 那么然后呢 他就 奶蛮的残部 就控制了 西辽国土的东部 西辽国土的西部 就落到了 华拉子摩州里 那么我们讲到 华拉子摩 他原来居住在咸海下游 华拉子摩这个国家 立国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我们今天新疆 以西 中亚的 绿洲农耕区 绿洲农耕区 内陆亚洲地区 和我们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水土自然条件 完全不一样 东部沿海地区 由于靠 这个西太平洋 比较近 能够 这个受到 西太平洋的 季风的影响 但是呢 越往内陆去 这个季风就不能吹到了 不能吹到以后呢 就变成了 半干旱 以至于干旱地区 这样呢 我们中国的内陆地区 内陆亚洲 它的水从哪里来呢 基本上是高 高耸入云的 山脉上面的 常年的积雪 在夏季融化以后 形成了季节性的内陆河 这个河呢 很多河不能流到海洋 它就流到沙漠中间 在沙漠中间 渗到沙子里面 变成了一片沼泽 那么这个沼泽的地区 就是绿洲 在没有人烟的时候 它长满了芦苇 随着人类的发展 人类发现了这些地方 就在绿洲 开垦 灌溉 形成了绿洲农根区 那么绿洲农根区的北面 具体到我们内陆亚洲 就是天山以北 就是游牧民族 活动的地方 因此 绿洲农根区 和天山以北的 咸海以北的游牧民族 历史上的关系 和我们长城以内的农根区 和这个长城以外的 游牧民族的关系 非常近似 是一种互相对抗 又互相依赖的关系 游牧民族到了草原 草情不好 这个大雪 深口冻死的季节 那么他们要依赖 农根区的这个古物 他们才能存活下来 这个草原地区 因为居住不稳定 不能发展 这个过于复杂的手工业 所以比较 技术程度比较高的手工业品 他们要依赖 这个农根区 向他们提供 而农根区 所需要的肉食 所需要的皮毛 都是从草原地区输入的 内陆亚洲地区的绿洲农根区 和藻原地区 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但是 内州农根区 和我们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根区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沿海地区 是大片的农田 比如说我们长江中下游平原 我们的华北平原 我们的东北平原 那可以是 如果你从长江边 你的江苏 南通 或者是泰州 你向北 坐个汽车 一直到徐州 那几百公里 你几乎看不到一个山 但是 绿洲区不是这样 绿洲呢 由于血水的 融化的血水的数量 是有限的 所以当它 渗入到一个沙漠中间 这个内陆河渗到沙漠中间 所形成的绿洲 取决于这个内陆河的水量的大小 比较大一点的绿洲 像布哈拉绿洲 撒马尔汉绿洲 那么大概纵横 一两百公里 一百来公里 小一点的绿洲 那就可以一眼望到边 几千亩地 几百亩地都有的 绿洲和绿洲之间的距离 大小不等 比较大一点的 比方说从我们新疆的敦化 到楼兰 骆驼要十几天的路程 从花拉子摩 到布哈拉 十几天的路程 比较小一点的 骆驼走一天 走两天的路程 那么因此呢 绿洲农耕区 所建立的国家 规模通常比较小 国力是有限的 而花拉子摩 在好几个 更多一些的绿洲 的基础上 建立的一个绿洲 联合性的 这样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实力 和我们东亚 像我们汉地 中国 东部这样的 农耕区的经济势力 是不能相比的 是不能相比的 那么 我们刚才讲的 花拉子摩